早前赵商银行还有交通银行都已经集资了 所以已经预期其他的内营股有机会都会发行股票 或者是发债来补充一值的资本充足率 目前中国银行有机会发行H股 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发行的股价 所以就是要留意股价会不会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 我相信市场已经消化了大部分集资的情况 所以对于中国银行的股价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大大的影响 我们要留意的是中国银行目前没有海外并购的发展项目 还有就是在外汇的资产占比有机会下降 主要是因为他们主要维持内地的业务的增长 所以我相信受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讲 应该中国银行后市的股价有机会出现一个很明朗的上涨空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